凉分有 小废话 传说 在这个世界还会诞生之前 宇宙间真实存在过众多神秘 共同管理了世界法则 哇塞 这个叫地球的游戏蛮好玩的嘛 女神女神 你都霸占了地球玩了几百万年了 人家也想玩一下嘛 我不给我不给 我不听我不听 干你这个小气鬼吼 气死人家了吼 就这样 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 神秘之间发动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 是岸克是刚之大 是喜至一色 呵我立直 哦那发财 呃没有我出八万 弄 但要求一千多点多些会过湖啦 嘿嘿嘿 按照约定 以后地球和人类都归我啦 干断妖怪 虽然地球归你了 但是按照约定 以后红色的月球就归我啦 哼我要跟你势不两利 战争的中烟 光之女神 露西里斯 和混沌神 卡奥斯 成为了最后的幸存者 他们共同建立了新的世界法则 并分别创造了被称为 智慧人物的人类 和拥有强大法力的魔主 许多年过去后 在魔主的捕获下 人类爆发了内战 为了满足野心和欲望 统治者借机创造了破鞋之剑 阿尔哈萨特 表面上换作破鞋 其实却是启动破坏兵器的战争钥匙 为了反抗和生存 被压迫的人们付出一切代价 创造出了属于他们的神剑 蓝骨丽莎 天神一脚地心一脚说什么呢 对刚才这段故事 可能很多同学们都会觉得非常目标 什么阿尔哈萨特什么蓝骨丽莎 难道是哪个大厂新剧场版的动画剧情 但是如果说到神剑蓝骨丽莎另一个名字 那么我想你们绝必有所尔文 没错 它的另一个名字 就是那款战棋的游戏剧作的一名 梦幻模拟战 说起这款游戏 可以说是梁峰小时候 接触过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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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的战棋游戏了 它是初代代身于遥远的1991年 但直到现在 很少有玩家会在意梦幻模拟战这个奥口的一名上 那个巨大的L究竟代表什么 其实它就是梦幻模拟战的本名 南骨丽莎的首字母 也就是游戏剧情中神剑的名字 至于为什么到了中国之后会叫梦幻模拟战嘛 因为这游戏当年包装上显了Fantasy Semulenshin的宣传标语 于是当年的台湾游戏杂质的一贯的灵魂翻译风格 就敲定了梦幻模拟战这个名字 虽然名字翻译错了 但游戏品质还是杠杠的 看头宏伟庞大的世界观 还只是这个系列闪光点的冰山一角 所以接下来 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梦幻战近30年的前世今生 1991年 日本电脑系统公司NCS 看出了电视游戏市场和战棋游戏的巨大商机 于是在世家MD上发展了梦幻模拟战系列的初代作品 对比1990年诞生的火焰文章 初代梦幻战在游戏系统上有着非常潜味的创新 独特的佣兵和转职让游戏的自由度大大提升 不过实话是说 由于小兽根本玩不到这游戏的汉化版 所以我对出来了好印象 也仅仅只是听了在卡带封面上的人物画得非常美形 30后的1994年 梦战二代发售 这次国内市面上终于有了汉化版 而正是这个得到了汉化盒 完善了梦幻模拟战2 令梦战的名号在国内一举打响 时代的进步令游戏容量从4兆提升到了16兆 而且带来最大的好处并不是关卡多的 卡顿少的剧情调的 它最大的好处是 我他妈终于知道了这个游戏不仅是封面好看 游戏类似动画更是好看 对我泪流满面啊 相比于一代的PPT动画 二代梦战从游戏OP开始就洋溢着一种 老子游戏故事有钱就是要撒给你看的土豪气息 也正是从正式开始 我在某某东南认识了梦幻模拟战系列最大的头牌工程 究极高插乳妖狂魔 七元自治老师 简单讲一下这个七元自治老师到底有多有病啊 据说他当年制作云海历血OVA的手 一个人同时升级了原作人设演出作画监督思想工作 并且在这么繁忙的工作压力之下 他居然还有闲情雅致跑序和占助商距离力争 我的动画里必须要有女孩子全楼出镜镜头 而且必须要有卤妖 必须 我操 感谢七元自治老师 正是因为游这个人 我们现在才能看到梦战系列里各种令人眼红心跳的妹子 以及他们反物理常识的身材和快乐开到脖上的高腰开插库 那么有人设就会有剧情 在老师如此流变人设之下 梦幻模拟战2的剧情相必也是 好吧 他的剧情你去看罗德岛战机就可以了 我真的没有骗你啊 在不剧头的前提之下 我只能告诉你 二代的剧情可以总结为一句话 致敬 全他们是致敬 而且他们的作画监督和人设还都是七元自治 既然说到梦战2对于罗德岛战机的致敬 那么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1990年梦幻模拟战4了 他的剧情完美成交了二代的故事 不仅跳出了至今 玩起来原创奇幻加科幻路线 而且还颇具将心 直接将银河英雄传说 给做到了梦幻模拟战里 嗯 诶 我操 没想到啊 杨威力和莱因哈特 你们俩 不过坦白来讲 虽然四代玩梗起飞 但这一代梦幻模拟战 在可玩性和画面上 都有着明显的飞跃 等等 你是不是想问我 为什么催完了四代 而没有讲梦幻模拟战3 答案非常简单 因为我 当年就没弄瞄这个三代战斗是怎么玩的 梦幻三代剧情脱离一和二的故事 回到一切的起点 开始讲述破鞋之剑与神剑的传说 这本应是历代中最精彩的剧情 但或许是游戏公司急于改变和冲动 让这段剧情无奈的搭配上了一个非常奇葩的战斗系统 不仅推翻重做了以往有趣的傭兵机制 还搞出了一个半回合制 半计时制的后现代战斗方式 至于那个所谓的3D大场面战斗演出 你们感受一下就好 反正我是真的觉得 还是Q版小的奇葩说的对撞更有游戏的激情 幸好 梦战系列在三代之后的梦战4痛改前飞 终于又回到了熟悉的味道 而4代之后的梦战5 仅开发一年就火速上线 虽然是制作周期最短的一代 但作为系列的最终章 它紧扣4代剧情和成熟牵引的游戏机制 无疑令梦幻模拟战主机历程的辉煌 在最高光的时刻得到了最后的升华 但梦幻模拟战5 还绝对不是这个伟大系列的据点 因为在刚刚过期到2018年 由NCS正版术前改变了梦幻模拟战 正同手游剧作正式发行上架 手游在划分上尽量还原了原作 系统上保留了傭兵配英雄 转职兵种克制 地形加成等特色 庞大的原创主线剧情 另外 时空裂缝玩法在手游内重现了原作故事 原作的各位英雄都可以加入指挥官队伍 开启全新的冒险 短时间内就得到了大量梦战老粉的一致好评 听到这熟悉还认识的BGM了吗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发孔经典游戏控制轨迹强势联动 两大经典交响共鸣 万人人情泪洒现场 约修压SDR穿越时空而来 优惠与雷丁爱尔文将会磨擦怎样的火花 来往 继续在梦花模拟战手游 纵上英雄与少年的乐章 Let's go Let's go